如今的娱乐圈,可以说是小鲜肉满天飞,各色各样的小鲜肉出道后,就瞬间圈粉丛成百上千万粉丝,身后都是无数的小迷那小迷地。 但这也是如今娱乐圈很常见的现象,只要颜值高,出道就会有很多粉丝,相比于之前的老鲜骨,小鲜肉的粉丝群体是他们的好几百倍,以至于很多老鲜骨,走在街上很多人都不认识,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,00后逐渐长大,更不知道老鲜骨是谁,这也难免会发生很尴尬的事情。 说到唐国强,大家可能都知道,但是00后可能就不认识了,他1952年出生,是国家一级演员,为演艺事业付出几十年,三国演艺雍中王朝等电视剧都评价极高,更是因为在影视剧中饰演毛泽东而让大家广为人知,就连蓝翔继校都找唐国强代言,唐国强已经不能简简单单的说是一名演员了, 更是一名艺术家,但是谁知道就是这位老艺术家能和小仙专王俊凯成了一起,就因为唐国强随后说第一句话,在某节目中,唐国强提到一个十几天,没回家举着王俊凯登台的小女孩,然后随口一问王俊凯是谁,就不问还好,一问就出事了, 这个问题更是惹到了王俊凯的粉丝,要知道王俊凯可需要几千万的粉丝,而唐国强只有几万而已,一瞬间,唐国强的微博被王俊凯粉丝攻占,各种乌烟或语掺杂,简直不堪入目,居然还有人,评论说,你哪来的资格,你是个什么东西, 无奈之下,唐国强被迫关掉了微博评论,真的让人感到悲哀,我估计唐国强老师只是想要告诉大家尊心要理性对待,但是谁想到会被粉丝炮空,王俊凯也是非常尊崇老姨的艺术工作者的,肯定也不想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,有网友说,那些聚声炮唐国强老师的都是脑残粉,确实,这样的做法并得不到任何人的责任。 只会给自己和自己的偶像抹黑。